时隔五年 雅赫什再度举办国际雪莲的夏季滑雪比赛 本次赛是吸引了来自于中国 瑞典 俄罗斯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 四十多名高水平运动员参加 包括索契东奥会男子个人短距离冠军 俄罗斯的克刘科夫 和女子四辰五公里接力金牌得主 瑞典选手哈格 中国队也派出了主力队员参赛 此次积分赛进行的是自由式短距离浴野滑雪 赛道距离男女组均为1.4公里 最终经过四轮争夺 瑞典人佩特森和奥贝里包揽了男女冠军 成绩最好的中国运动员 是男子组第四名的王强 和女子组第六名的曲影 位于呼伦贝尔市中部的牙克什 有着冰雪之香的美誉 凉爽的气候让这里的冬季的雪 能够保存到夏季 本次夏季月夜滑雪积分赛的回归 也让牙克什时隔五年 即2013年之后 再度举办国际雪人夏季滑雪的比赛 赛事吸引了来自瑞典 俄罗斯中国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 40余名顶尖专业运动员参加 本次积分赛进行的是 自由式短距离越野滑雪 经过四轮的争夺 最终瑞典人佩特森和奥贝里 报了了男女冠军 成绩最好的中国运动员 分别是名列男子组第四的王强 和女子组第六的曲影 如果说中国多举办一些的话 多一些这种运动赛事会给我们中国运动员 带来很多提高 包括看到这些国外的选手先进的技术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提高 只有在比赛当中提高是最快的 由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办的 夏季越野滑雪积分赛 24号在内蒙古呼隆贝尔开赛 来自六个国家的40多名滑雪运动员 在阴阴绿草与哀哀白雪中一较高响 今年的滑雪积分赛的比赛地点 设在呼隆贝尔市的 雅克什凤凰山滑雪场 从高空俯瞰 蜿蜒起伏的赛道 宛如一条巨长的哈达 穿行在苍翠山地间 由于是夏季滑雪 运动员们也不必全副武装 轻装上阵的他们 在雪白草绿相间的赛场上 纵情驰骋 一决高下 夏季越野滑雪积分赛 是国际滑雪联合会 每年都要举办的一次重要赛事 今年中国战的比赛 共有来自俄罗斯 瑞士 挪威 意大利等六个国家的 四十多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共设男女组 1.4公里 自由式短距离 越野滑雪两项赛事 为了增加赛事的可看性 大赛组委会 特意在今年的赛道设计上 增加多个S型的急转道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瑞典的运动员 佩特森和奥贝里 分别包揽了本次比赛的男女组冠军 中国运动员王强和曲颖 分裂男子组第四名 和女子组第六名 我感觉很棒 今天我感到很享受竞争 在这场竞争 我们有很好的竞争 中国人最快的滑雪 他们展示我们 他们最快的滑雪 我们将在未来的计划 据组委会介绍 为节俭半会 今年比赛用雪 均为当地在上个雪季 保存下来的天然雪和人造雪 用雪量达到四万五千立方米 与此同时 为增加群众的参与性 大赛还首次为游客和观众 专门修建了雪道 并免费提供缆车 雪板 雪鞋等相关用具设备 让游客们在欣赏赛事的同时 能亲身参与体验冰雪运动 带来的乐趣 由国际雪莲主办的 2018年国际雪莲 夏季越野滑雪积分赛 6月23号 在呼伦贝尔雅克什市开赛 吸引了来自中国 瑞典 俄罗斯等 六个国家的40名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设有 男子1.4公里 短距离自由式滑雪 和女子1.4公里 短距离自由式滑雪 两个项目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体育 6月23号 内蒙古的雅克什 2018国际雪莲夏季 越野滑雪积分赛是举行了 来自瑞典 俄罗斯 芬兰 意大利 挪威及中国 六个国家的40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 参加夏季花园 也是第几次了 第1 我在紧张 因为我是转向过来 才能四个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认为他能够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标 我认为他能够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标 我们的选手先进的技术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提高 只有在比赛当中提高是最快的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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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美丽的 我从来没有上升过来 在很好的过程中 在完美的颜色 最好的套路上 最好的套路上 最好的中国的最好的套路上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会有些重力的 我们将会继续跟他们在未来 我认为我看到很多的赛者 很好的赛者 我认为我认为他们会 这么快的赛者 在最后 我们有一个中国人 非常强烈的赛者 就导致到最后一轮时候 体能就有所下降 如果说中国多举办一些的话 多一些这种运动赛事 会对我们中国运动员 带来很多的提高 包括看到这些国外 选手的先进的技术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种很大的提高 只有在比赛当中 提高是最快的